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一直在用的护手霜 先说这瓶吧 这瓶它是这里面最滋润的一个 它就针对比较干燥的肌肤 你每天晚上洗完澡以后 睡觉前你可以厚厚的涂一层 它的滋润还有修复的效果是最好的 比较适合秋冬或者是 夏天你在空调房里面觉得手部很干燥的时候用 这支你看已经快要用完了 这就是我最近经常在用的 我喜欢它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我觉得真的是太合我心意了 我是妥妥的味道控 但是其实它的滋润啊 修护效果是没有这瓶好的 但是如果你想涂上以后 自己闻起来香香的 让你心情好一些 那么它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两支呢是我最近新买的 这是风辣的护手护甲霜 这支呢它清爽一些 它也不油腻 它是有天然洋柑橘的 那这一支呢它就是修护效果更好一点 它还有曲角质的功能 所以两支呢我都一起买了 然后我来用一用看看 这一支呢因为我看到它是白茶味的 我就想买来试一试 用了一下味道呢确实很好闻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的白茶味道 但是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用一段时间再跟你们说 哎那你们如果知道 有什么好用的护手霜啊 然后特别是那种味道特别好闻的 也记得一定要推荐给我啊